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逐日结束 与一位弟兄聊起她的工作状态 知道她是经常性的加班 因为要跟国外联系 每每见到她的时候 精神状态总是没那么好 所以也跟她聊起了换工作的事 曾经也有一位姊妹在脸书上问过我工作面临的问题 她提起职场上的挣扎 她写道说 想请教关于换工作方面的问题 因为我曾经询问过一些属灵的前辈 有些说 若觉得做得不开心就可以考虑 因为上帝不要我们一直在不开心的环境里面忍耐 有一些则告诉她 要离职要等候神 不可轻举妄动 免得绕旷野 若是要离职 神会兴起环境来带领 疫情这两年 各个公司营运可能不稳定 有些工作甚至朝不保夕 而且公司制度 福利变得更加的严苛 不同的部门 不同的同事 彼此欺压或是攻击 也许在职场上 我们因环境也越来越不明白上帝的心意 究竟上帝有什么心意 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 也不知道如何的跨越困难的环境 因此心中就更加的矛盾 其实不同的人给予的意见也不同 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毕竟个人的属灵生命以及经历 都是他们的行为导向 因此在职场上是否要换跑道 或许我们可以考虑一些问题 希望这些问题对每一个在十字路口的人 正在徘徊的你有所帮助 第一 工作的时间影响你教会的生活 因而无法参加聚会 如祷告会小主 主日的崇拜 第二 您的主管以及同事对工作的要求 以及他们做事的方式 都会影响你的信仰立场 第三 工作性质不是自己的兴趣以及专长 第四 工作总是超时 工作分量大于自己所能承受的 第五 公司的营运不稳定的时候 总是影响你的薪知发放 使你受不必要的亏损 第六 因主管或是人事的变动大 也常常增加不必要的工作分量 第七 人事一有变动 就会影响你个人的去留 也许随时有可能被割止 第八 同事的欺压 攻击 工作的分量 影响你的心情 令你身心灵都无法再附和了 第九 每天要出门上班前 就有许多内心的冲突以及沮丧 想逃避目前的工作 第十 明显的沮丧以及失落 在职场上的情绪波动异常 第十一 工作压力影响了你的睡眠 以及与家人的关系 第十二 不再有升迁 以及调心的机会 以上可以当作个人 转换工作的参考 如果你的答案都是yes 那么就是换跑道的时候了 若是参办 也许有些事或是工作 是心态的问题 你需要调整 若是否定占多数的 表示这份工作依旧很适合你 当然 以上是给你的参考 真言说 千放在怀里 定是由耶和华 因此在任何的决定之下 要有从上帝来的平安 愿主赐我们有足够的智慧 盼望今天的分享也能帮助你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